阿爾及利亞當局話消防員 星期二奮力控制毀滅性森林大火 大火造成最少34人死亡 當局話已成功控制大約五分之四的大火 一架投放水彈滅火的飛機 星期二在埃維亞島毫滅森林大火時墜毀 當局話兩名飛行員很快已死亡 以色列醫生於星期二宣布罷工 報紙頭版刊登黑色廣告 抗議右翼政府批准司法改革第一部份 批評者指改革危及民主 南非警方說兩部巴士星期二 在南非一間大學入口處相撞 最少77人受傷 其中5個人傷勢嚴重 還不清楚事負原因 中國官媒星期二宣布 外交部長秦剛在缺席一個月後離任 將由最高外交官前任外長王毅接任 通知不可 通知不可 無論資格 通知不可 入口署 從小宇itz 通知不可 永遠 參與